中央社记者侯资营台北15日电新政院副院长施俊吉今天表示 近年国内外人为为安事故以及恐怖主义威胁与风险持续增加 虽然目前台湾属低风险国家 政府各相关单位人需提高警觉 加强相关预防、准备及应变 新政院发布新闻稿指出 施俊吉主持106年国土安全政策汇报 检讨今年国土安全工作与探讨来年工作重点 听取相关部会专案报告后 施俊吉指示相关单位并持防范未然 致敌机先的态度 强化防护整备作为 施俊吉指出 从近年国内外各种人为为安事故及恐怖主义活动趋势的变化 可以看出这些威胁与风险持续增加 虽然我国目前在全球国土安全趋势及恐怖威胁中 是属于稳定及低风险国家 但仍需提高警觉 不能轻忽 加强相关预防、准备及应变等作为 也需要各部会配合行政院政策 让国土安全工作更加完善 能在面对各种威胁时 积极防范与有效应变 针对边境管理部分 施俊及要求务必确保资讯效率及安全维护 请内政部专案小组持续检视移民署资通安全 各资安单位应与协助 另外 新政院国土安全办公室表示 年底各县市将举办大型跨年晚会 针对交通运输 大量人朝聚集处所的安全维护工作 各相关部会需及早规划 并请地方政府及执行单位 做好危机处理机制 防止维安事件发生1061215